聚荣市有两家违法生产油毛毡的企业 将劣质油毛毡销售到省内的一些建筑工地的事情 而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企业负责人竟然还对我们的记者施暴 现在当地政府和执法部门对这两家企业做出了怎样的处理呢 每周看质量继续追踪 工厂在内的17家污染企业实施关闭 并且要求环保企业做好环保的后续工作 供电部门做好断电工作 工商部门再要做好工商营业执照的注销 工商部门表示 目前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并不再实行环保前阵手续 而是企业在领取营业执照后再申领环保手续 不能通过的话由环保部门向工商部门划出建议书 建议注销和吊销营业执照 就是环保部门觉得它这个不符合生产的要求 以它环保局的名义发函给我们工商部门 我们工商部门根据它的函 如果可以就因为你不具备这个条件 我然后执照叫你来注销 你如果不注销我们就吊销 我们没有受到过问 那么居容市环保局为什么在多次检查这两家企业 并且确认其环保不达标后 没有履行建议注销手续呢 我们不得而知 这也是这两家企业违法生产一年多的原因 记者还从居容市质监局了解到 因为有关企业无证生产涉嫌构成犯罪 质监部门已经将案件移交给了居容市